这个店已经20年了 我小时候我跟我妹妹觉得 妈妈妈做的面是最好吃的 大概五年级 周末的时候 我跟我妹妹不要下来帮忙 我帮我老爸的时候 他去厕所的时候 客户来的时候我帮他们煮 因为我们就在收钱的时候 看他怎么煮 主要是觉得煮的比他们好 客户讲的 从那个快要半步 就觉得做生意不错 在这个20年里面 爸爸妈妈每天都是一样 一点多都下来 早上我们来 弄了面粉 肉 推 要等一个小时才可以 我们的汤 大骨 这样一直熬了三四个小时 要等那个肉来 我们就调味那个肉 习惯了 坚持我是硬硬做咯 因为我儿子大了 我现在就是慢慢 慢慢给他接手 大概2011年 我帮完病出来 我就在那边做布袋 为什么我会要做是因为 那些面啊 手工面啊 面粉糕啊 全部是我自己做的嘛 所以是觉得 我会做面出来 为什么不要自己在这个店里面 看可不可以做其他东西 把它变化更好 辛苦是辛苦 但是看到客人回来说 你的食物好吃啊 你会很开心 就感觉有成就感 我非常开心 我儿子愿意 接手我的米红糕 我的手艺可以传下去 如果我没有接手 我爸爸的店的话 就没有人会吃到传统的面粉糕 用手捏跟用那个母性做的会不一样 有厚跟薄在那边 它口感不一样 未来我没有想过要用一支器 我们会坚持用手捏 因为这个是最传统 最原始的面粉糕 我们卖的就是这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